我还是有穿错了 这好像好开点 哎呀我把你录到了 Hello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做的主题呢 是一个HM的开箱 加上一点点Zara的 不是开箱的购物小小分享 今天其实光不是很好 就算我打了光 还是有点暗暗的 但是我很着急的把这个箱子 讲掉然后把衣服拿出来 所以就大家稍微见谅一下 这个光的问题 这个箱子呢现在在这里 这么大一个箱子 好大一个箱子 其实我没有买这么多的东西 但是它的箱子就是特别特别的大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开始开这个箱 我就不按照顺序 看到什么就说什么好了 然后打开它 其实我已经偷偷开过了 但是没有把东西拿出来 原因我放回去了 准备为了拍这个视频 然后所以盖子就被我打开过了 然后里面先看第一件吧 最近我好喜欢碎花呀 然后买了之后被我老公说 像他姑姑穿的衣服 但是我们觉得明明这个很好看啊 第一件就是一件红颜色的碎花裙 打开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这样的一个碎花裙 我觉得很好看 就是很法式女人风 那种复古的感觉 我上身穿一下好了 可能看着脸像个抹布 穿起来就很 就会好看一些 这个裙子穿起来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是一个V领 这里有三个小扣子 然后这里是修腰的 我是S号 然后长短大概就是短裙 然后我觉得挺好看的 特别有那种复古法式优雅女人风 然后它这里就是 胳膊是可以系一下的 我觉得说能遮一下你大手臂的胖 因为我大手臂其实有一点点胖 然后这个耳环就不太搭 就忽略一下这个耳环 我觉得整体就是这个贴身的感觉还挺好的 然后很舒服 就有一点点薄 我以为很快就能穿 但最近冬京又开始有点冷了 就可能不太能穿 然后下面可以穿一个很细很细的那种 没有什么袋子那种凉鞋 高跟鞋啊 或者是穿一种 Draw的那种鞋 应该都很好看 也就是复古风的鞋 我觉得这个很好看 我很满意 可是我老公说 像他孤传的 我觉得还不懂我的审美 这就是这件啦 然后我们看一下一件 哎呦 最近好想有这种风格的衣服 不知道会不会被别人说很丑 管他 这一件也是我觉得 很好看 就这种波点的 它也是个裙子 它要在腰这边系一下 也像浴袍式的那种裙子 和这个其实风格也类似 然后是长一点点 然后需要系一下 然后我也是穿一下吧 我觉得记得不太好 这个裙子也是这种 V领的 系绳的 然后呢 它长度 然后有一点长 前面有一点点短 然后可能我系的不是特别好 有点着急 你好好记一下 它大概就是这种风情的衣服 就是V领 然后波点 复古法式女人风 我觉得还是法式女人风 然后稍微长一点点 后面可能会到那个膝盖左右 但前面会有一点点漏腿的这么一个衣服 这个衣服我还要研究一下它怎么系 我不会系啊 研究一下好 但是我觉得整体形态是很好看的 然后它肩膀这里也是有一个系的小绳 然后是波点的图案 这两件衣服其实有一点点像 一个就是短一点 一个长一点 然后这个是在腰间寄绳的 等我研究一下它怎么穿 好 那我们开下一件 现在呢 也是一个波点夹穗花 我觉得我可能疯了吧 是 这种图案的 我觉得这个好好看 这个特别revolve疯有没有 有特别LA的风格 是上面有小橱橘和波点的一个上衣 然后下面是寄绳的在这 然后你下面穿上牛仔短裤 或者短裤或者长裤 都很好看的 我也试一下吧 哎 试完下一件就是这种 这种有碎花 然后也是个V领 然后这里系一下 露一下你的腰部 我要减肥了 对一些衣服 我觉得这件衣服 是这三件里面最好看的 就特别 感觉特别符合今年的那种流行 就这种碎花 然后很乖的 然后露一点点肚子 我觉得夏天穿春天穿都可以 它是很薄的料子 夏天应该也不会热 那种雪法 好累死我了 还是沙料 就很舒服 然后穿着很轻便 然后很活泼的感觉 这件我超推荐 这里有个系绳 你可以这样系一下 就不像大事 就很活泼 然后这件我也特别喜欢 我们快点说吧 然后下一件 下一件我可能不是穿了 因为这是一个居家服 我终于可以把这拆了 这家也穿了 我这是一个 其实是个居家服 就是看打折了 就随便买了一下 上面是一个短袖 上面写着 Chicago 然后灰颜色的 有一点点透的那种 很薄很轻肤的那种料子 就是想早上起来 家里活动的时候可以穿 然后下面有一个小短裤 是蓝颜色的 这个我记得因为特别便宜 然后我就顺手戴上了 我觉得挺好看的 然后又很便宜 很实用 把它洗一洗 明天就可以开始穿了 好 这个就是这个 下面一个要说的 就是最后一件衣服了 其实在HM买的这个盒子里面 这件衣服我觉得我买的也是蛮成功的 这是一个也是黑色长效 纱材质的 纱的材质的一个 也是有一点点性感 因为今年我特别喜欢那种性感风 这个这种的衣服 这里吊起来 然后这尖是那种off shoulder的 off shoulder的 然后前面也是有点weaving的 我也给大家试一下吧 这个衣服穿起来是这样的 然后这里是一个off shoulder 然后这里是一个 有一点点low胸的设计 我怀疑我是不是穿错了 好险没穿错 就有点这样重叠的一个设计 然后因为我其实很喜欢off shoulder 可是我肩膀这里 如果没有什么东西的话 其实我肩膀是有一点撞的人 我就会觉得很显胖 然后我就觉得有两条带子 好像就会帮助不那么显胖 然后交点就是转移一下 然后这件衣服呢 我是觉得它是沙的材质 但是呢它是纯黑的 但是说实话还有一点点热 可能这个季节还可以 真的到夏天的时候可能就有一点热了 所以就要趁最近就把它穿起来 然后还挺好看的 因为它也是很便宜我记得 后面就是什么都没有 它就是一个黑色的 这样交叉的一个设计 还挺好看的吧 我觉得挺好看的 这个衣服之后呢 就没有别的衣服 但是我还买了一些有的没的在HM 我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买一个莫名其妙的墨镜 因为最近这种墨镜很火 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是hold不住 但是又很想尝试一下 就随便在HM买个便宜的 想说傲造型 如果不好看的话就扔掉没关系 不心疼 就是这样的一副墨镜 就这种粗边塑料杆子墨镜 今年我觉得很红嘛 跟很多人就戴 然后我觉得很有型 我就买了一个试试 据说是我戴上不好看 当天我随便戴了一下 然后我没有照镜子 然后我老公说很丑 正好我在镜头上戴一下 好吧 有点丑 啊怎么办 好丑啊 就是好像不适合我 可能我脸比较长 但是就很有型啊 这样呢 这样好像好开一点 这个可能就不太能戴 好吧 这个有点失败 但是就算这种眼镜就很火啊 还是不好看吗 好吧 我有一点懒得退东西了 就算了 反正它也不贵 嗯这个就有点一般 继续开 下一个是我随便买了一个耳环 对 好像也不是凑单 我也不知道怎么 给明星翘买了一个耳环 也是 HM的是这样子的话 就估计也不用时代 大家也感觉到效果吧 可能也是很便宜 我就买了 就是一个半环 这样带了耳朵 是半环 能看清楚吗 之后就只剩一种东西了 就是蜡烛 因为HM也像ZARA一样出了那个HM HOME 就是卖一些家居用品 它有些什么靠垫啊 毛巾啊 就很多很多东西 然后我别的就不太想买 因为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听说在别的国家有开店 嗯 在日本我没有看到门店有 嗯 只有看到就是网上有卖 我就买了一些一堆蜡烛 不知道会不会好看 我拆了蜡烛给你们看 其实我拆了一个 这个系列我还都买了好几个 是一个这样的纸盒包着 然后打开 给一个塑料口 就是这个系列 我好像买了好几个颜色 这个味道是Garden Hubs 是叶子的味道吧 嗯 闻起来很清香哎 但它很便宜 其实只要400块399日币吧 我记得是 不知道它点起来会不会 就是味道很淡 我之前买过泰国的 随便介绍买的这种蜡烛 它就是 嗯 也是不贵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 味道其实散不太出来 就有轻微的味道 这点的话就不能跟那种 高端品牌的蜡烛比 不过 我点点看吧 不知道会怎么样 这样闻着是很好闻的 这就是这个 然后我好像还买蓝色红 还买了一个不同 哦 这是不同系列的 这是稍微贵一点点的 那个也不贵到100多人民币 1000多日元吧 叫 Soft Sea Breeze 就是软软的海风吧 就感觉很舒服 也不说味道怎么样 而且它的盒子 我觉得也挺可爱的 就是很海洋 这个是稍稍有一点点贵的 我忘忘哦 它都带一个盒子 很好耶 这样我就可以 直接不点的时候 这样保存在 储物间里什么 哦 它跟我想象的 味道不太一样 有一点甜 有点夏天的风里面的味道 嗯 甜和清香 有点柑橘味吧 不是我想象的那种海洋 不过还挺好闻的 然后点点看看它 会不会一样扩香 效果怎么样 再拆下一颗 包的还是挺好的 哦 这个就是黄色的 这个黄色的很可爱 嗯 它是草本味道 有点柠檬 点草本 还挺好闻的 但是我感觉 好像比较适合白天 白天点 很清爽的味道 这个是这个 哎呦哎呦 这个怎么又是Blue Breeze 我怎么买了两个 同样的类似东西 它是蓝颜色的 然后 咦 这个味道和 这个都是Blue什么 Breeze 蓝色的微风 味道不一样 哦 我更喜欢这个 这个呢 就有点成熟女人的香水味 跟这个Blue Breeze 我觉得一点关系都没有 有点成熟女人的 很浓郁的香味 不知道点出来什么样 嗯 我觉得这个比较好闻 我觉得这个系列 可能质量稍微好一点 这里是我这三个拉筑 就是红黄绿 我觉得好可爱 可以一起摆在桌上 所以就买了三个 因为它也不贵嘛 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 嗯 那个H&M Home上 看一看 这种类似的东西 还有卖蜡烛台 蜡烛架什么的 其实都挺好看 然后也不费 也不贵 说错了 也不贵 然后 嗯 我觉得性价比还蛮高的 呦 掉下来了 这就是我以上H&M的开箱了 然后呢 其实我的ZARA 呃 之前ZARA什么开挂之类的 我也很烧 就是ZARA光了一挂 但是没有买很多东西 因为我觉得好像也不是那么的好看 上身了之后 但有几件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 想介绍一下 第一件就是 其实我已经穿着了 就是这条牛仔裤 这条牛仔裤呢 它特别有一条绿色的线 今天很流行这种运动风嘛 然后它裤脚是有一些破坏的 要脱下来给大家再看一下 然后 嗯 就不那么单调 有一些破坏 而且最主要是它形很好 我这样给大家看一下 它完全不显胖 它前面是有点白白的水洗感 但我觉得完全不显胖 而且我能穿着它34号 我觉得好开心 穿起来也特别舒服 弹力特别好 就这样坐啊 坐都没什么 嗯 特别舒服 嗯 价钱也不贵 最重要的是我觉得 融入了今年的运动风 我觉得很好看 而且最近我很迷绿色的东西 我就买一系列绿色的东西在ZARA 然后下面一个衣服 我觉得也很喜欢 也是因为我最近喜欢绿色 这一服就是一个 有点像针织衫 那它其实 人家会想到夏天了 买什么针织衫 它其实不是针织衫 它是很透的这种 有点像防晒衫一样 特别薄 就是你里面穿内衣又透出来 所以你里面要穿 小背心或大点那种 嗯 可以给人家看到那种内衣 它好看的就是 它条纹嘛 就是很basic的设计 然后在它这里有 条绿色 我觉得很亮眼 穿的时候 嗯 就很精神 而且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很着迷绿色 而且最最重要的是 它很软很软 很软很软 真的你 如果有机会去找找店里摸 店里的话 你去摸一下 找到这件衣服的话 你去摸一下 超级让我觉得非常舒服 是我在ZARA里面见过 最最最舒服的一个这种衣服 因为ZARA的衣服质量全一般嘛 包括HM 但是衣服真的很舒服 很舒服 很舒服 这衣服就不是了 就是很basic的一个衣服 我觉得也很好看 最后一件了 是一个有点类似外套的大衬衫 也是我觉得很好看 可能小红书上也有人写过吧 我不太知道 就是一件 也是绿色的 最近好喜欢绿色 但是这种外套 嗯 我把我之前穿过的可能放照片放在这边 如果我能找得到的话 嗯 它是有点像一个衬衫的感觉 大家是一个外套 然后袖口这边有一个蝴蝶结 然后穿起来真的非常非常好看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件衣服 一直在穿 而且它也适合现在春天嘛 嗯 我就很喜欢这件衣服也推荐 然后也不贵吧 大概五六百块人民币的样子 嗯 而且很实用 它大概穿下来到大腿那里的位置 长款的 我觉得很好看 套一下好了 我找照片买的这样套 也不太搭 就是很好看 很boyfriend风的一个大衬衫 而且我老公极力觉得我应该买这件 我就买了 好了 这就是以上所有的开箱加推荐啦 希望你们喜欢这支视频 希望这支视频对你们有帮助 还是一向以前营样 如果你觉得这支视频还不错呢 请给我一个赞 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频道呢 请订阅我的频道 我更新了就会有通知 通知你去观看的 谢谢大家的观看啊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